你好,我是昆灵刘石,欢迎您来到书馆,咱们继续聊天讲故事 前文说,咱们正聊到这经略大学士附衡 决定学习前人的经验,那是怎么个前人呢? 他决定效仿着元朝攻打缅甸的策略,那就是走水路 那么具体的方针呢,他采用了前云南巡抚鄂宁提出的建议 那是什么建议呢?就是先绕过险滩,然后在缓流处造船 大军上船顺流而下,一举就攻打到了缅甸的首都阿瓦城 然后呢,再以这阿瓦城为根据地顺流而下,攻打墓术 这样这个攻免大计可成啊 于是这复衡就按照这套方略部署了作战计划 他计划呀,由三位将军带兵出同闭关 到这个野牛坝山高林密处负责造船 那他选定的是哪三位将军呢? 这第一位啊,就是护军统领乌三太 第二位啊,左都御史赴贤 接下来这位啊,是老演员了 新任的云南提督哈国兴军们 这三位将军呢,在前边先打头阵 出了同闭关在野牛坝建好船场 然后紧跟着,这总兵长青啊,带领三千绿器兵 保护着四百六十名造船的工匠 道德野牛骂是立刻开始造船 这复衡啊,他想的不错 是分两路进兵,他选中了这个中缅边境的北段 一路呢,从这个伊洛瓦底江 哎,清朝那会儿啊,管这条江叫大金沙江 上游啊,一个叫嘎咎的地方 过蒙古蒙阳 另一路军呢,经蛮木地区攻取老关屯 这其中呢,还有这个水师配合 哎,大忌可成啊 可是呢,到了七月二十日 这大军出发的时候啊 哎,这问题又来了 因为这所调之兵啊,他是陆续到达的 所以到复衡出征这会儿啊 这复衡只能带着四千人出兵 当然咱们说的是啊 这其他路兵已经派出去了 这四千人只是跟着复衡的本部 这复衡啊,倒是觉得没什么 可是京里的乾隆皇帝德文此事之后啊 不干了 他说按照大清的制度啊 这精略一路出兵啊 必须带兵九千三 带少了 你岂不是让敌军耻笑吗 于是这乾隆皇帝下了旨意 让现任云贵总督明德呀 赶紧的把这个复衡的兵给他补齐了 实际上补齐没补齐呢 在这儿呢,我不妨啊 再给您谢个底 说说呀 这最后一次清免战争的 清新到了前线的到底有多少兵 这乾隆皇帝觉得兵少了 打不了仗 雄心仗志的 在复衡出发以前呢 他就决定了 他要调这个满汉兵啊 大概四五万 那结果是什么样的 到云南集结的这清兵啊 最后只有两万八千三百名 那这会儿就有人问了 那有兵为什么不往前线调呢 调不了 这云南前线只能接收两万八千三百名兵 这话您不明白了吧 我告诉您是为什么 因为粮食补给不到 再多一千人吃饭 这粮食也跟不上了 这不到三万兵啊 还得扣掉这一千五百兵驻守顽顶 然后还得留三千五百兵驻守普尔 这两处驻兵啊 那是最后的后援 所以跟着这复衡出关的 只有两万三千多兵 这两万三千多兵啊 沿途还得设有台战 那这台战是干嘛的呢 传递情报 接用粮草啊 这都必须要设台战的 这两路兵的台战呢 又去了四千四百多名 到了后来啊 这新街老关屯大战的时候 实际上清军只有 一万八千多名士兵 这里边啊还有两千水师 这水师不能直接参加战斗 得在船上啊照顾船 这水师一上岸呢 船顺流跑了 那岂不是啊 造成了更大的损失 这其实啊 就是第四次清缅战争 也就是复衡出征的 真正军事实力 那缅甸一方呢 说实话 缅甸一方没有记录 但是这兵力啊 多出清军一倍半 到两倍是没有问题的 这老关屯决战呢 那是明天的书 今天肯定讲不到 咱们继续呢 讲这个复衡出征 既然这作战计划呀 提前早已拟定好了 所以到七月二十日出兵的时候啊 就是按部就班了 可是这会儿啊 也有这个不好的消息 让这个复衡挠头了 什么消息呢 这副将军阿里滚呢 病得很重 其实啊 这明瑞刚一死 阿里滚就被调到了云南前线 乾隆三十三年的十二月份 阿贵领着兵到达了云南 这二人呢 联合出兵进过缅甸 因为这仁丹事故啊 也没忘这个缅甸内地过于深入 就撤兵回来了 说实话 要我觉着 这阿里滚生病啊 和这个胀气有关 但是呢 也有其他原因 是连累带病 本来呢 这前线的班子挺好的 有这个得力的云贵总督厄宁 还有呢 就是早在新疆啊 就和这阿里滚搭班的 参赞大臣 行不上书舒克德 可是没想到啊 就因为这舒克德和厄宁 建议乾隆皇帝 和这个缅甸人停兵议和 结果呀 触了乾隆皇帝的眉头 被双双革职 最后虽然都是化险为夷 被降职流用 但是也都啊 掉走了 这工作上呢 一劳累 身体上肯定就吃不消 就在这时候啊 雪上加霜 这新任的云贵总督明德 刚一到云南 就立刻摻了阿里滚一本 那摻阿里滚 有什么名目没有啊 当然有了 这新任总督明德呀 他说这个军中战马磊弱 这道参人的奏折呀 奏到了北京城 不易下来了 不易什么意思 夺职 可是呢 这前线又离不开阿里滚 所以这乾隆皇帝呀 命宽勉 虽然这阿里滚呢 没受到什么实际的损失 但是这多恶心人呢 到了七二分进兵的时候啊 这协办大学士 副将军阿里滚可就真病倒了 得的什么病啊 庸疮 这种病啊 多发在这个头颈后和背部 溃烂之后啊 红肿流浓 这个患者呀 就会发生发热恶心头痛等等症状 这阿里滚得这个病啊 和这个当地的气候有关系 当然呢 也少不了啊 最近生的这股的闷气 这乾隆皇帝呀 还是体恤老臣的 从北京城就派来了御医 专门来到军前 给这阿里滚看病 可是呢 军务繁杂非常操劳 并且呢 这当地湿热 这气候也不利于这种病的痊愈 虽然呢 积极治疗 但是也是时好时坏 七月二十大军出发 一直走到了九月二份 是且走且停的跋山涉水 这富航算起来呀 入缅甸境内呀 可已经一千多里地了 怎么这一个免兵都没看见呢 这富航啊 不免有些心交 于是就找了一名心腹 谁呀 海兰察 这富航说呀 咱们这么傻走去 这不是事 你呀 上前方去抓两个舌头 记住了 得抓有用的 别抓老百姓 这敌军呢 到底是什么个情况啊 还别说这敌军主力了 就是小兵小卒 咱们也没遇上一个呀 这海兰察领兵以后啊 就带上自己的几个亲随到前面去抓舌头了 还真抓着了 这一审讯才知道啊 实际上这清军刚一出发 人家缅甸一方啊 早就侦查出了情况 缅甸这边的大首领啊 诺尔诺 就亲自带着八千兵啊 回屯了老关屯 又从这个缅甸的首都阿瓦呀 调出了大批的精壮士族 在目录啊 把这水汉两路 可就都卡死了 这清军审明们以后啊 中将一商量 看样子 突袭啊 是起不到作用了 那只能等到最后啊 两军队员是正面硬刚 那怎么办呢 只能把这实际情况 奏报给皇上吧 到了这个9月22日啊 这乾隆皇帝也看出了 这出征两月 未获大胜 营中官兵 患兵者甚多 于是皇上感觉 克敌不义 不义拘女于 今年必胜之御职 于是啊 让军局处 给这个前线发育 傅航与阿贵 在蛮目会合后 能攻破阿瓦 固然很好 若十难攻取 莫若固守老关屯要爱 筹办军需充足 明年进角 一举可成 这话听起来啊 是这乾隆皇帝实属无奈 因为这大兵啊 已然做不到突袭了 前方的免军呢 已然有了准备 可是要我说呀 这乾隆皇帝 还是过于乐观的 估计了战况 他让重将官呢 固守老关屯要爱 实际上这会儿老关屯 也没拿下来呢 可是皇上啊 还是着急 乾隆啊 对今年公免的事啊 还是觉得有一线希望的 于是他又给乾隆下旨 躺施行顺利 直达阿瓦 一举成功 朕所申望 万一不能 我兵既克老关屯 以军要爱 既赞将所轮 阿鲁特兵撤回藤岳 荆州成都满兵 及京兵绿营 拒屯住老关屯 其明年再办意图 行了 这第二道旨意一来啊 这乾隆的重将士 终于明白了乾隆皇帝的底线 前边说的所有话都是废话 乾隆皇帝的意思是说呀 今年再不计 大军也得给我拿下老关屯 可是乾隆皇帝最终也是没有料到 整个清缅战争的清军始终未能攻克 老关屯 两条东西 请 manure终于 感谢观看